第十題 第十題 第十一題是題組 李化老師故意將氫氧化鈣 葡萄糖 碳酸鈣 氫氧化鈉 檸檬酸 檸檬中的酸性物質 這五種化合物的標籤失去 打亂後分別貼上甲乙丙丁物標籤 頸班上同學進行實驗 使這五種化合物重新得以辨認 丁丁同學 各取少許甲乙丙丁物化合物分別加水 發現只有甲無法溶解 迪西同學 在乙丙丁物化合物的水溶液中 分別加入分泰指示劑 發現丁物化合物水溶液不變色 拉拉同學 將二氧化碳導入乙丙化合物的水溶液中 則發現只有丙化合物水溶液發生混濁 小坡同學 將丁物化合物的水溶液分別插入碳棒 並接上電池與燈泡進行水溶液導電的實驗 發現只有丁化合物水溶液能導電 請回答10到11題 第10題說 我們說 對於上述實驗敘述 何者正確 A 丁丁的實驗結果 可以推測甲化合物不是電解值 我們看到我們的丁丁實驗結果 發現只有甲無法溶解 我們知道 我們請同學背過 所謂的電解值就是化合物溶於水 水溶液可導電 我們的甲無法溶解 不溶於水 它就不是電解值 所以 選項敘述A 是對的 B 迪西同學的實驗結果 可以準確判斷丁物化合物水溶液的酸鹼性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是丁物在我們的分泰值一中是不變色的 可是如果分泰 它原來是無色 它在酸中就繼續無色 它如果原來是紅色 它在鹼中也會繼續是紅色 都不會變色 因此 我們沒有辦法 僅靠它的不變色的敘述 就能夠知道它的酸鹼性 所以選項B 是錯的 選項C 拉拉的實驗結果 產生了甲的化合物 那這個要比較去思考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原先給的物質中 只有我們的碳酸鈣 是不溶於水的 而我們的拉拉同學實驗是二氧化碳 然後會產生混濁 我們曉得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 澄清石灰水就是我們的氫氧化鈣 那會產生白色混濁 這個白色混濁 就是碳酸鈣 所以我們看到出來 這個混濁碳酸鈣就是我們的所謂的假物質 因為它就是所謂的無法溶解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選項C 也是對的 選項出 小波的實驗結果 可以推測物化合物不是電解值 我們看到 小波的實驗結果是 只有丁化合物能夠導電 而物化合物是不導電的 剛才講過了 所謂的電解值 就是化合物溶於水 水容易可導電 所以物化合物它本身它是不導電的 所以它就不是電解值 所以選項株呢 也是對的 因此 第10題 我們說 對於上述實驗敘述 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 B 底C 的實驗結果 可以準確判斷丁物化合物水容易的酸鹼性 既然是黑色的,既然是黑色的,既然是黑色的